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件事應該不會發生 為甚麼會發生在別人身上 我們在外面 不是 我把這件事說出去 等有關部門去負責 好 我知道 因為投送過很多次 先別妨礙他們 為甚麼要消防員去承受這些創傷 你們先來這裡 我們在外面 拜託拜託 來… 知道你們心情氣憤 我都明白的 明白的… 在這裡… 事緣是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有幾棵樹 我們已經很久之前 已經投訴了要鋸 鋸之餘 有部分他就說 沒有即時危險 但是過了幾天之後 那幾棵樹就開始塌了 開始有點微斜了 當時是報了警 昨晚已經封了路了 到今天他準備開始動手鋸 就發生了塌了 他現在也開始動手鋸 突然會有很快 看見他 最後這個這個燈 是給陸巾 警察 在電球中 當時是厲害 可以家人公司 唯一 那樣 就是 你們 當時那位英國消防員站在那裏 當時被一棵樹打中 打中頭部 我很不開心 我覺得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 不應該有任何人受傷 但是今天發生這樣的事 是不是有關部門需要負責 需要有一個交代出來 是不是 因為這條路的樹 目測已經覺得有危險性 但是沒有去做的話 要搞出人命才會再處理嗎 現在搞出了人命 人命的傷亡 我不希望消防員有事 希望有關部門 或者大家正在看這條片的朋友 希望可以把這條片說出去 播出去 讓有關部門知道 好